注意看 这个大爷不一般 大爷来相亲直呼工资三千多 要求女方得给他做饭 还要无条件给他服务 相亲现场大爷围绕 自己的精神世界展开周旋 目的明确 那大妈又将如何应对 我们给大爷点个赞 一起往下看 今天来相亲的是薛大妈 57岁 每月经济收入1700元 住房面积60平米 大妈气质出众 老高中毕业不仅是个文化人 还是个妥妥的过热子型女人 大妈直呼父母不健在的 还无儿无女一身轻 就想找个接力气的老伴 共度余生 今天来相亲的是马大俩 65岁 每月3700元退休工资 住房面积31平方 13年那年就搬了 你这房子是哪年买的呀 是13年买的 光看这段我还以为江姐做节目了 马大哥戴着帽子 乍一看 像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选手 马大哥原本在辽宁本席工作 13年退休后 帮表哥做图纸来到了娇和 事后就一直在这 大哥亲戚做基建的 怎么没把自己住的家籍好好整整 你看这墙皮都裂缝了 说实话 比起楼房 这个房子多少有点接地气 马大哥说 之所以买这个房子 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叔你当时为啥没买的楼房 买的这个平房 我住楼都住够了 我在辽宁天住的楼都住够了 这多得劲了 你喜欢住平房啊 是 用马大哥的话说就是 楼房自己已经住够了 相比之下平房火炕自己更喜欢 而且还有个原因 大哥已经感觉 一时住行对自己来说根本不重要了 可能是我心境不够 大哥房子车子可能活这么大 真看够了 物质的东西根本不在意 大哥都变得这么佛性了 为什么还要找个老伴呢 不是自己一个人住的也挺好吗 那现在人都是 追求车呀 房子啥的 我看到玩意儿 没什么大用处 你觉得这样不好 是 这都没什么意思了 马大哥的退休生活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自己对抽烟喝酒打架 跳舞旅游逛公园 大到收拾收拾家嘞 小到做做好吃的 这些东西大哥一点不感兴趣 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看书写作 找老伴 大哥也有自己的理想型 这个人好 一定就是说 不能头长 见识短 大哥这头发确实不长 那见识肯定也不短 一定看事就看得远一点 不能局限于当前 这点物质利益 都有个长远规划 你一年之内想要做什么 你比如说我一年之内想要出去旅游 或者说我想出去那个采访下乡之轻啥的 就是说 能更理性更智慧一些 就是说有个规划和计划 我们的红娘根据大爷和大妈的要求 综合判断两人比较合适 于是约好两人见一面 哎呀姐 我们到了 给你介绍一下 吃书霞 马晓明 不没事 大爷和大妈通过握手 彼此互相打量 演员这关都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男生有形象呢 看还挺优优的 玩得有点像大声似的 挺有气质的 我今年是65岁 我56年出生 你今年多大就 我今年那个什么57 我属龙的 你现在家里还有几口人了 我现在就我自己 你其他人呢 你父母都不现在了 我也没有经验 一身轻 那你以前那个丈夫呢 以前丈夫他自己有孩子 我17年的时候 跟我其他俩就离婚了 主要是三观不一致 就是说怎么说呢 他的那什么世界观 人生活和家族观 跟我俩呢 几乎来说就是格格不入了 大爷的思想 一般人挺难和你三观一致 不去山上梯度修行了两年 都配不上你这个看待一切的气质 你的孩子呢 我的孩子他们都结婚了 几个小孩 他那小孩呢我五岁的 他们在背心 看样子大爷是相动大姐了 三观行不行的一会再说 五观在大爷这算是过了 坐下就主动的聊起来 我有朋友 哥俩挺好的 这朋友呢是四位大目 他那是说比我也大了十岁八岁 他那已经他们出了好几本 就是那个中短篇小说了 我也想向他学 我也想就是经常出去采访一下的 说一下下详之心啊 或者说医生故事这些 这些资料写文章啥的 就认过了 就我写的那些资料啥的 那神一小离他也看着我 我几乎走到哪写到哪 我上青王老旅游点 就写那个青王老的感谢咱大爷 完了呢 我上我上这个教会 这不是有移民广场吗 有的时候上移民广场 早前上去打羽毛球 打完羽毛球之后呢 我把移民广场那个就是 太一般了 就是说跟写作就是 这距离好像相差点远了 大姐一看那些文章 这不妥妥的小学生 三年级作文嘛 都只把年龄的还写作 让你接第七 没让你接地府 整这些玩意又不能当饭吃 对你现在的月公司是什么事 月公司是三千七 在经历房子 我考虑什么就是 我钱也好工事本也好 就一料你随便自配 就是咋事 表面是波澜不惊 内心事成开心了 至少说这个男人知道 挣钱养家 在大姐行为多了一丝丝好感 如果是你说了算 他不玩钱 就这一点还 太可以 现在的居住房 我住了一丝 现在的平房 一听住的平房 大姐都快坐不住了 习惯了住楼房 突然让你住平房 真有点难以适应 再加上大家收拾的也是意义难尽 地上的那条大沟放点水都能养鱼了 如果我找另一半的话 我肯定是咋这地方 你得为我服务 你得为我服务 服务得很丁 因为我现在觉得时间很紧 就是说咋这 就是说 我一天 就是 看电视时间都很少 最起码来说 就是说 你得帮我干点活 干啥活呢 就是说 一个是咋呢 一个是 就是做饭 这活我就 谁要给我拿过日 做饭这活我肯定就掉了 因为咋太浪费时间了 还在又咋呢 就是说 你得帮我炒着搞电 给你做饭就行了 再给你抄个稿件 上学的时候最不喜欢的就是写作业了 到老了看到笔都头疼 就是说 你要我去给你抄稿 说什么 我可能不痛 是 因为啥呢 毕业这么多年了 提笔都忘记了 现在都是电脑 是吧 哎 所以说就是这些都我做不了 哎 就是说 太不现实了吧 是吧 大爷有大爷的理想 大姐有大姐的顾虑 但是相亲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饭也不做啥事都不问 建议您还是去找个保姆吧 三公安肯定不一字 三公安肯定不一字 为啥呢 为啥呢 他就想不成功 我是小长生的 在三五年之内 就是说 经常出去走一走 完了那个 该采访的采访 该那个旅渡的旅渡 该写作的写作 生活接轨一点的 这个社会不接轨 是吧 现实一点到这个年龄了 不是说你上人 是谁去写作 是吧 你这个年龄 你得接鬼 接地气啊 最后二人的相亲宣告失败 好了 老铁们 有什么想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星空笑说鱼的 请关注不迷路 长按红心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拍摄